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你刚刚已经做好了 这个你的霓虹灯闪烁了 对不对 那我们 在庆生会的时候 总不可能大家都把电脑搬去 然后接在你的板子上 然后电脑打开 Qblock打开 然后才开始在那边闪烁霓虹灯 对不对 好我们不希望做这样的事情 太麻烦了 那我希望呢 我的Qno能够这个行动电源插上去 就可以独立运作 那这一个动作呢 在Qno这边 我们把它叫做离线烧露 就是离线工作 离线工作 那Qno它是一个可以直接外接电源 从这个黑色的头这边 或者是这里USB的线 都可以直接接到变压器 接到行动电源 它就可以工作 那但是前提是你要把程式烧入进来 那我们刚刚在连线的状态呢 其实它烧的那个韧体是跟电脑沟通的程式在里面 所以你现在目前你的板子上跟电脑沟通的程式是在里面的 所以你电脑如果没有开 它就没有办法跟电脑沟通 它不会自己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要做离线烧露这个动作 把程式烧进去了 那这个Qno板子就可以直接插电就可以使用 就不需要电脑 但是程式就不能改 程式就没办法改 好 所以我们来试试看 这个到底要怎么做 所以 不用电脑就能运作的叫做离线工作 那条件是程式要烧在板子里 插上电源就可以独立运作 打错试了 好 那 我们回来直接试给各位看哦 好 各位等下再照做 好 我们平常连线是这样子 好 那现在如果我要把它烧录到 烧录到你的板子上插电就可以运作 这时候呢 我们就必须把这一个 当滤席被点击 换掉 我就把它拿掉 然后请你在Arduino的 请你在Arduino的这个积木这边 这边开始Arduino的程式码 开始Arduino的程式码这个拉出来 好 这样子呢 里面没有跟多媒体跟电脑连接相关的指令的时候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做烧录的动作 好 怎么做呢 好 请你先切换到Arduino IDE的这个页签 切换到这个页签 你会看到他帮你把这个程式变成西语言的格式 好 你看不懂没有关系 看不懂没有关系 好 这边有一个叫做检查跟烧录 好 那如果你按烧录他会一并帮你做检查 那我们就直接按烧录 好 他就会开始把这个程式呢 直接用写的写到板子上 就会取代掉你原先跟电脑沟通的韧录 当你上传成功之后 你的板子 你的板子就会开始 运作 因为里面的程式就只有三个跟轮流量的程式 所以他就会开始运作 那这时候就算你把你的QBlock关掉 你把你的QBlock关掉 那他一样会运作 因为他已经不再需要电 甚至呢 你把你的USB 拔掉 你把USB拔掉 然后去插行动电源 或者是边压器 来把它插上去 他一样可以立即运作 好 而且还蛮省电的 好 这个是烧录的部分 各位可以玩一下 很好玩 他不需要电脑 那 可是当你下一次在 使用QBlock的时候 记得一件事 当你下一次使用QBlock的时候 如果你要重新修改程式呢 这个地方 请你重新选了之后 要重新烧一次韧体 重新选择你的连接部 重新烧一次韧体 烧完之后呢 你原先写入的程式会被清掉 那里面就会变成是 跟QBlock互动的 互动的这个韧体 所以你又可以连线成功 又可以继续写程式 这个是烧录要注意的事情 我可以继续写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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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重新烧 提升 感谢观看